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今天第一隻的推介 Castle Edifice Castle Edifice對上這款 應該上年的11月 豬仔介紹過綠色的一次 今次多隻藍色的回來 還要回到貨 價錢很優勝 豬仔馬不停提就介紹給大家 今早很多人來拿錶 所以到兩點才出到第一條影片 這隻是Castle Edifice 100米的防水 金綠色的漸變色標盤 配搭了綠色的 配搭很棒 整隻標的圖片 綠色的秒針頭 撞了漸變綠色的標盤 有個Bessel外圈 Bessel外圈 做了雅身的女片圈 這個Bessel不能轉動 純粹是測速的數目字 在外圈 三個眼仔的佈局 做了一個計時馬錶 三個圈都是計時馬錶 日力槍放在四五點之間 這隻Edifice的性價比值很高 千多元的定價 折了非常順 五幾折 上面應該很多錶迷買不到 當時這隻手錶 因為當時反而更貴 一來日日價那時更貴 到六百多元 現在穿了六百元 所以朱仔馬上拿貨回來 看到他有貨 綠色錶面配搭了黑色的不鏽鋼外殼 旁邊這個錶腳的位置 就起了一級 有點方形 做了光身的拋鋼處理 錶帶方面也搭配 做了一條皮錶帶 就是黑帶配綠色線 另外一個就有皮圈仔油環 兩個皮圈仔油環 還有一個黑色的針扣 扣上面可惜一點 沒有了Edifice的標誌 如果加起來就更加正 錶底方面也做了螺旋式鎖底蓋 上面寫著了WATERBES 10個BAR的防水 Stinger Steel Casio Edifice Casio Edifice 一向都給人一種感覺 就是一個溫動款 圍繞著賽車主題 包括這款也有Sporty款 有一個感覺 時分針有夜光 黑道就沒有做夜光 時分針有夜光 夜光都光亮 黑道做了金屬條紙的黑道 金屬條的黑道 標關位置就放在三點位置 黑色的標關 亦有一個護關位置 上下兩個是KONO按鈕 反而標關上面有EDIPUS的標誌 這個是金綠色的漸變色的標盤 另外再看看藍色 第一次出場的藍色標盤 皮帶 這個藍色皮帶 做了一個藍圈 BASAL圈是藍色圈的 也是漸變藍色的標盤 也是KONO三眼仔的佈局 加上了日力槍 4、5點之間 這個配搭了銀色的不鏽鋼 做了光芯 跟提仙的有些不同 整個標的配搭 試試拿起標關 整個標都做了100米的防水 做了拉推罐 沒有做螺旋式鎖標關 拿起標關之後 按進去 半格教的日力槍 半格 半格 一格格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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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完之後按進去 這個是KASAL EDIFASA 100M的防水 非常棒 這次配搭了皮帶 有藍色帶 配套了藍色線 一個真皮的標帶 兩個皮圈有環 還有一個銀色的針扣 大概多久了 換一次電池 一般來說 大概三年幾四年 看你玩那個Carno 看你玩的Carno 用上SR920SW的電池 按下 看一下有沒有分段計時 看有沒有分段計時 不會追針 會啊 它有分段計時 即是第一名衝線 第二名衝線 現在這個保持住了 但它仍在計算 第二名衝線不會追回的這支針 好了 玩法也是這樣 這支錶是用了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螺旋式鎖底蓋 做了100米的防水 整支錶都很輕身 它的錶是75g 試試看給大家看 好 先量一下 重量 好 磅出來就74.8g 和75g很相約 這支錶就是直徑方面有多大呢 大家都想試 直徑方面就去到 它因為難度一點有個護官位 試試打斜量 42m左右的標徑 例如它官網寫43m就應該計算到護官位 厚度方面11.1mm 和官網一樣 脖子就去到48m 48.8g 好了 試一下拼上豬仔14.8g的手腕 42mm的標徑又不算很大 始終它的脖子都是48 所以就不會很大隻的帶上去 它有一點方形的 標腳也有些設計的 你看到它這裡斜了下來 它又不是很方形又不是很圓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標腳的位置 有些靈角切角的處理 試試近鏡一點給大家看看它的造工 其實OK的 ADIFUS一向給人的感覺 運動型一點 這次它配上了皮帶 有些標迷就算喜歡換一條鋼帶 換一條代用鋼帶 其實也很便宜 豬仔那邊都是白鬆一點蚊就包起來 其實也很方便 你看到這裡 這個圓邊的位置就是拉絲的 撇角這個位置做了拋鋼 有一點靈角切角 MAN一點的感覺 我自己表態 我喜歡比較黑綠色 黑綠色的定價比較高 豬仔推介 598元 外面這隻定價過千元 一般都賣到六七百元 我剛才上網看過 六百八十幾到七百幾元 這隻豬仔就598元 598元 比上一次還便宜 上一次也過600元 這隻銀色的會更便宜 因為定價也更便宜 就是548元 548元 有完裝盒 說明書 保養證 做回一年保養給大家 這隻Castle Edifus 如果你都喜歡 Edifus 這個系列 覺得它很抵戴 真的 不妨留意一下 豬仔各有四隻現貨 四隻黑綠色 四隻 藍色 還有時間標準不差值 非常之準 每月正負20秒 一天 是少於 一秒鐘的不差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謎 記得按LIKE 就是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看看你 喜歡黑色多一點 黑綠色的 漸片盤 還是 藍色 銀藍色的漸片盤 多一點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